好 再關心的是新北三重祖孫三代的命案 這位兇手二十四歲張姓男子 警方調查他還是一名詐欺通氣犯 我們獨家的報導 就掌握到他的詐騙過程 原來去年男子在一間電子產品維修中心上班 他竟然匡辯兩名同事相信他 可以幫忙用比較低的價格 來代購愛馬仕精品 結果他收了八十四萬現金 離職手續都還沒有辦妥 就直接失臉 新北三重面門命案震驚社會 嫌犯還是與他們同住的這名二十四歲的張姓男子 警方調查他還是一名通氣犯 過去曾經就在這棟大樓裡頭的一間電子產品維修中心 來擔任員工 他還被人發現曾經在這邊詐騙兩名同事 拿了八十幾萬之後就人間蒸發 張姓嫌犯上個月三十號因為詐騙案件遭到通氣 獨家掌握他的詐騙過程 竟然是對自己的同事下手 在這一家維修中心擔任約四個月的櫃台接待 其他同事推測他是從大家聊天口中知道有些同事很喜歡代購 所以用代購這個藉口來搞詐騙 兩名上當的同事因為聽到張姓嫌犯公稱有管道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從國外代購精品 他們想要購買愛馬仕手錶錢包等等 張姓嫌犯分別收了他們四十三萬和四十一萬 連離職手續都沒辦直接失聯 事後兩名同事曾經在路上遇過張姓男子 但是他也是雙手一攤說自己沒錢還趁機落跑 結果事隔七個月變成了殺人嫌犯 但如今詐騙的錢還沒還又背上了三條人命 記者五星人陳瑞祥 台北視報導